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各位同學 昨天大家又在有暗花明又一春發現了新的證據 就是林環蔡英文同學的 是不是得意弟子 我不知道了 不過看起來在他的論文的序當中 他跟蔡同學之間的關係有點淡 他只把他放在眾多的感謝老師中的很後面 通常自己指導教的時候應該是 這個指導過程當中一定是關係最深的 相濡以沫的那樣子的一個關係 可是看起來就冷冷淡淡的 只帶了一個蔡英文三個字 有點怪 我們的判斷就是說 要嘛就是私生關係弄得很不好 但是我覺得也無從不好起 因為看起來根本沒有指導這個林環 或者是他那個時候其實基本上他已經在台灣了 就是這兩件事情只有一個是真的 那我們追蹤的真正的年表 其實他在1983年的1月份 他就已經回到台灣了 所以他後面成為政大的應聘的客座教授 其實是講師 然後半年後升等副教授 在這個黨國的安排下把他推進去 包裝完了之後 一年之內去指導這個林環 看起來也合理 只有這樣才合理 但是我不知道他這個學生林環 為什麼要奇奇怪怪偷偷摸摸的在這個 昨天把他的官網給改了 為什麼我說偷偷摸摸 因為他在自己的這個畢業論文上面 那個叫大大方方的說他什麼時候口試 對他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1984年 就是民國83年的春天 民國73年的春天了 完成了他的口試 所以奇怪 那為什麼到最後又要再加一年 說他的這個畢業時間是從1981到1984 改成了1981到1985 這個過程起人一鬥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在乾坤大挪移 就是慢慢挪移帳篷當中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 這個不是一個無心的小動作 你也不可能說 你畢業五六年之後 你的這個論文繳交的時候 你寫的時間 跟現在畢業了三十幾年後 突然不一樣 因為三十幾年後 突然想起來 當年我講錯了 當年我畢業實在是1985 不是1984 就是太荒唐了 好 那麼這個之外 今天節目要再一次揭露 是蔡同學濫用她的總統的權位 強逼教育部 去把她的升等資料 違法封存了65年 而不是我們前面講的30年 強逼教育部 把她的論文封存65年 這裡面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升喉嚨爆料 是蔡同學以總統的姿態 強迫教育部 要幫她完成這個使命必達的任務 這中間當中有好幾個承辦人員 百般不願意 因為她們怕變成漁文 所以她們都搜證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 蔡同學 將來會跳出來咬你的人 本節目算一算至少11個 我暫時不談 這談出來的話 將來這些人的可能會變成Bacelo Bacelo 會被誓死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做的這些事情 早晚一個一個會被揭穿 因為不但有證物還有證人嘛 所以從林環昨天的這個 悄悄的改變了她的畢業時間 往後年一年 你就知道 這裡面有東西兜不起來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看的重點是 我們要起底一份獨家的公文 知道你其實是在1983年的5月31號 有一份公文證明你1983年5月31號 你就應聘了政大的客座副教授 所以你早在1983年的5月你就應聘了 請問你1983年的5月你還在幹什麼呢 你1983年5月如果我們看看你的這個學期紀錄表 你1983年的5月 你還沒有完成你的論文 你還沒繳交 你還沒口試 你才剛剛你的論文才 題目才批准是1月19號 所以這就印證了我們說的嘛 你這個論文表上的東西是騙人的 就一個東西是真的 就是1982年的11月10號 你withdraw 然後你1983年 你在兩個月內你必須出境 所以你1983年的1月份你回到台灣 那個淚灑倫敦的日子 荒唐歲月過去了 我不回去了 然後呢 你就1983年1月10號你就待在台灣嘛 靠黨國的關係 把你在1983年的5月31號 我們拿到這份寶貴的公文證明你1983年5月31號 你就被第一次被政大聘進去了 所以你後面才有指導靈環的可能性 所以才證明你不是分身 你不是用傳真機在傳真你的論文嘛 因為你根本就回台灣了 所以我再講一遍蔡同學 不信的話 入出境管理局也調得到你的資料 所以我要講的是你可以通銷毀 但是你銷毀不了你的英國入境出境資料 我告訴你1983年的1月份 你回到台灣 好 總統府要不要加班一下 要不要對賭一下 看是要跳海高通彈跳 還是要吞曲棍球 還是要吞籃球 我都陪你 來1983年的1月份 這個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 蔡同學你回到台灣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在英國各個地方調到你的出境資料 我過幾天啦 快的話了 我們會告訴你 你出境英國的時間是哪一天的幾點鐘好嗎 蔡同學 不要把全世界都當成可以收買的 OK 你可以收買英國的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的某一些人 但是你收不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以外的一些人吧 你收買不了英國海關吧 台灣的海關也不是民進黨開的 也不是你開的吧 總有人有一點道德勇氣出來講實話吧 好了 今天 精彩的東西來了 我們先說的是 先來念一篇文章 先來念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呢 剛好 就在蔡同學 你淚灑倫敦的那個神秘歲月的時間 在英國倫敦大學擔任教授 而這位傑出的 學界人士 是 真正的台灣人 從台灣的高中畢業 在海外念了大學研究所 然後念了博士之後 到英國倫敦大學去任教 也曾經在台灣任教佛光大學成大 這篇文章其實在前一陣子 已經有在網路上流傳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小巷子走多了以後 偶爾要到大馬路去看一看 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最根本的問題是跟你在同一個時間 在英國倫敦大學擔任教授的一位台灣人 叫做馬森博士 他跳出來告訴你說他指導學生的經驗 跟在英國倫敦大學這個體系下 你的論文跟博士就是假的 他講的非常清楚 他說天方夜譚 因為你知道嗎 在1993年之前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所有的博士學位 是由倫敦大學 就是University of London 授予的 所以在那個之前 1984年基本上是整個中央集權 Centralized 在英國倫敦大學 包括底下有皇后學院 國王學院 政經學院 亞非學院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聽這位當時跟蔡同學同個時間 在英國倫敦大學體系的校園中 同一段時間的人是準的 蔡同學你是學生 她是教授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位馬森教授 非常傑出 他1932年出生 所以他今年的高授應該已經到了87歲 他是一個戲劇家跟一個小說家 師大國文系畢業 國文研究所的碩士 曾經在巴黎電影高級學院專攻戲劇 後來進入巴黎大學的漢學研究所 任教於巴黎語言研究所 然後後來到了加拿大的British Columbia 拿到了社會學的博士 曾經任教在墨西哥學院 加拿大的Alberta的大學 Victoria的大學 英國倫敦大學 1987年 回到台灣 曾經在聯合文學的月刊擔任總編輯 也曾經在香港 嶺南學院科作教授 有在國立藝術學院科作教授 曾經擔任成大中文系的教授 還有佛光大學的教授 現在聽說旅居在加拿大 我們在跟他取得聯繫 他有一天說不定就會來到政經 關不了 親自的來說他這段話 但是接下來他這篇文章 是他寫給了一個在日本的朋友 後來經過他們的同意之後 就有人開始揭露在網路上面 他的這個題目叫做 蔡英文的博士確實造假 他寫給了一位日本的朋友 後來這個東西被轉述出來 其他不相關的人我也就不說了 他的這個文章 一開始就說了一段話 他說最近看到許多台灣的新聞報道 跟名嘴的評論 都集中在蔡英文博士學位造假的問題上 根據目前被人揭露的證據 蔡英文確實在造假 欺騙國人 膽量也未免太大了 而這個揭露的時間 應該是在我親自到英國去 Savoy去開這個記者會之前 所以在證據都還沒有百分之百 攤出來之前 他就說了 以目前看到的證據 百分之百的認定 這就是確實在造假 欺騙國人 而且他架了一個註角 膽量也未免太大了 這位馬森博士說 他說我自己在倫敦大學 直教剛好是1979到1987 也就是覆蓋了蔡英文在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修業的1981到1984 聽好囉 這個馬森是1979到1987年 在倫敦大學擔任教授 蔡英文是1981到1984年 所以剛剛好在這段時間當中 所以你就不要告訴我 隔行 隔山 通通都是University of London 而且他是教授 你也不要告訴我說 那個年代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那個年代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隨便發生畢業證書 哎呀有簽名沒簽名都沒關係啦 沒這回事 好 再來 他說 他說 我在倫敦大學指導過博士論文 因此對於攻讀博士學位的程序 知之甚詳 我還從未聽說 有人可以在短短的2到3年 可以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我從來沒有聽說 可以在短短2到3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所以蔡同學你要不要再掰一下 要不要再修改一下 我告訴你 你1982年10月入學 就算你不眠不休都在念書 你看起來1983年的5月份 你已經在政大受聘了嘛 應聘了嘛 所以在根據你說的那個時間 你根本就只念了2年多嘛 那你自己口述給聯合報的記者 就說別人都念8年你念不到2年 所以 馬森教授的這句話講得很清楚 他從未聽過 有人可以在短短2、3年之內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好 接下來他說 同時倫敦大學也沒有法國式的專對外籍生的大學學位 就是法國的大學有一種專門對外國的學生 或者是有一種所謂的公關學位 法國的外籍生他有兩種標準 會比法國人比較容易 他說到這樣的一個學位 這我倒不曉得 所以那些拿法國學位的人 照理說現在在看這本節目應該會滿悶的 好 一般情形 這個馬森教授說 倫敦大學對外國大學的碩士生不允許直接攻讀博士學位 對啊我們其實也看過 我們也找過一個正妹的這個講師 他不是也都講過嘛 這邊講的是馬森說 一般情形之下必須再讀一年的碩士課程 然後是其程度決定是否接受攻讀博士學位 講得很清楚啦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所謂的MPHIL slash PhD 的那個過程 也就是說碩士到博士 必須通過了博士資格考 口試跟筆試 好 馬森教授說 我指導過一位來自倫敦 來倫敦大學的港大的碩士生 香港大學 我也是要求他先修一年碩士課程再說 所謂的碩士課程不一定要選課 但是必須要讀完指導教授所開的書單 跟完成要求的作業 最重要是師生間的對話跟交流 因此沒有指導教授 沒有完整論文 沒有口試委員的簽證 怎麼會有學位跟學位證書呢 如有證書 那就太嚴重了 偽造文書嘛 好 馬森講得這麼清楚的話 那 蔡同學 你的同期間的教授這麼說 總統府要不要加班說明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還是要再加告一個人 好 馬森的這篇文章說 看到蔡英文所提出的控告賀德芬教授的證物 剛好佐證其造假 因為有一張入學申請表 上面明明填的是 申請修碩士一年 正如我要求港大碩士生一樣 接下來 他就說 這張入學申請可能是真的 這講的就是那個 從頭到尾 我說這張年表非常重要嘛 大家都有的這張年表非常重要 他說 但是上面被人把申請碩士一年 用手改成了PhD 對不對 你看過嗎 MPHIL化掉改成PhD嘛 而且我們不是研究過嗎 我現在就不再走的黑小巷子 我們研究過那個筆跡是不同人寫的 那個筆跡明顯是不同人寫的 雖然他嘗試著去學很像 他那個P的那個大大的那個肚子 跟那個D的大的肚子 跟底下寫的是不一樣的 當然Liar Infant可以說 因為那個時間過了 所以可能這個 這個所辦的這個 這個小姐可能換人了 那隨便你掰 沒關係 將來這些東西都會進入刑事調查 好 那麼他說怎麼可能用手改 而且還改了論文題目 這怎麼可能 馬森教授說 入學申請表可以這樣任意用手圖改的嗎 好 那這時候你就不要告訴我說 因為當時呢 很困難如何如何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任何圖改 我跟你說 在英美國家 任何圖改 都要叫你寫個東西叫做Initial Initial 就是要你寫一個 縮寫通常人家是寫信 就是要你把你的這個負責圖改的人 在旁邊簽名以示背書 Initial 這個我想所有在國外待過的人都一樣 任何文件圖改都要Initial 好 這個馬森教授說 最奇妙的是 博士論文哪有跟人合轉的道理 任何大學都會不允許 他說不可能允許 倫敦大學政經學會例外嗎 更莫名其妙的是 合轉論文的人這個蔡英文 居然又敢說就是他的指導教授 那個人是教授嗎 只有大學學歷的人能夠在倫敦大學指導博士論文嗎 所以後面的拉人一份說他多偉大了不起 那是他後來因為捐贈 因為慈善事業 使他後來成為一個知名人物 那不是講他31歲的時候 只有學士學位的時候 更不是你講的什麼他那個學位 基本上就等同博士 那全都在騙人 英國倫敦大學的當時候的教授出來講的話 難道不算嗎 好 所以馬森說 更何況蔡英文聲言說他獲得不是一個博士 而是一個伴 那最後他對這篇文章他下了一個結論 簡直是天方夜譚 好 進一段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看看 蔡同學當年進到政大的時候 他的公文跟他的相關的文件 我們字號都有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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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再次先前庭摘要一下 剛才我們為什麼要提到說 為什麼就在11月10號 突然蔡同學的門生 林環現在在東吳大學擔任副教授 怎麼會在她的履歷經歷當中 突然把她的畢業年限在東吳法研所 從1981到1984 三年變成了1981到1985 突然來了這麼個奇怪的畢業時間 這個我們就搞不懂了 可是經過我們的抽絲剝繭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她可能是被迫 被老師逼迫 一定要跟著撒個謊 我覺得她處境也蠻苦的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想到一個人 我們呼叫一下施呼嚨吧 她還好吧 她不見了 她已經沒有發文快一個月了 怎麼呼叫她都不見了 她還好吧 因為本案的關係人 已經掛了的 有Michael John Elliott 還有這個David Held 那麼這個Basalo也被蔡同學在陽間 用各種的邪術把她給刺死了 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覺得怪怪的 然後呢 那個唯一的有可能舉證 有關於就是 請託Giddens去弄這個證書的 這位青年才俊的黃國俊博士 但是 也去世了 所以本案的關係人 就讓我想到這個拉法葉 引擎蜂命案的時候 那個拉法葉在法國不是相關的人 奇奇怪怪的 什麼有人回到家 不小心在樓上掉下來 還有人是這個洗澡的時候 被那個吹風機給電死 莫名其妙的事兒 一大堆 怪 這事情也真的習慣 好 不過沒關係我們先來看看 為什麼臨環會突然的 把她的學校的修業連線增加了一年 其實這個問題台灣的真相 這個臉書在一個多月前就已經戳破了 說這個Dola A夢的任意門 蔡同學身上真的有 好 這樣講 就是說根據總統負責提出來這個學籍卡 蔡同學她在1984年的3月份取得了學位 那麼她的閨蜜的復仇還是諸班隊友也不知道 就是這個賴信員也作證過 說1984年蔡英文的姐姐陪她回LSE參加畢業典禮 好 LSE 的畢業典禮每年是在7月份 證書要送到外館跟教育部的認證 所以呢 這一來一回我們怎麼判斷呢 但是劉鐵征還記得吧 自己跳出來的那個大法官 說什麼她是這個蔡同學的老師 還什麼擔任系主任 後來查一查蔡同學那段時間系主任也不是她 好 不管怎麼樣不以人費言 我們看她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劉鐵征這個曾經在政大法學院教書的教授說 她在1984年的6月7月中間看到了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跟 LSE 的畢業證書 哇 1984年6月7月她看過耶 而民國72年春夏之間 她又講了民國72年就是1983年春夏之間 蔡英文多次跟她怎麼樣呢 書信往返 好 蔡英文的指導的第一個碩士生 是現在在台中高等法院的法官兼庭長簡燕子 蔡英文所指導的第二個碩士生 是當時的國發會的副主委林恒 好 那麼這樣講嘛 現在是東吳大學的這個副教授 簡燕子是1984年春天通過口試 畢業於政大法律研究所 那麼林環呢 是1984年通過口試 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他們的共同指導教授就是蔡同學蔡英文 請問 1983年還在多次與劉鐵征書信往返的蔡英文 要怎麼交出在1984年春天 就是1984年234月完成論文的台灣學生 難不成 蔡同學你是在陽明山的豪宅裡面 跟劉鐵征書信往返 有需要這麼複雜嗎 好 那麼台灣的真相臉書又說 1983年剛剛通過第二個論文題目的蔡同學 她不是改了一個題目嗎 然後這個論文題目 不是才剛剛被接受 1月份才被接受 然後怎麼6月份就遞交了 好 剛剛通過第二個論文題目的蔡同學 她正式在怎麼樣 因為你剛改題目嘛 好 我們來看看 把精準的東西找出來 她的Data Approval 她的論文的修改核准的時間是 1983年的1月19號 1月19號 那她的論文呢 這個 據她說完成是1983年的6月 口試是1983年10月 學位拿到是1984年2月 其實我講到後來我都不想講 因為我覺得那都是假的嘛 我老師在念假的東西幹嘛 好 我們要講1983年的多次在跟劉鐵真書信往返 好 那那個時候在幹嘛呢 她不是在剛剛按這個上面講起來 是剛剛通過她的這個論文題目 對不對 那她要怎麼樣去指導出1984年春天完成論文的台灣學生 要怎麼指導 好 1983年剛剛通過第二個論文題目的蔡同學 根據她自己貼的這個表 這個時候在幹嘛 5個月要把論文寫出來 按照她的表上面 她5個月後6月份教論文 每天都緊鑼密鼓 怎麼有時間去指導台灣的學生的論文呢 台灣學生的碩士論文 又沒有E-mail也沒有視訊 傳真機貴的不得了 傳一張紙 聽說那個時候要幾十塊錢 然後呢 傳的品質要很慢很慢很慢 她怎麼指導 怎麼指導她這兩個學生檢驗子 跟林環 好 再來台灣的真相又說了 她說1983年蔡英文的最高學歷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不需要寫學術論文 9個月就可以完成的 只要休息20個學分的LLM 那麼 一個只有碩士學位的LLM 怎麼樣指導碩士學生 其實也不稀奇 因為她的老師 她自稱的指導教授 學士學位就可以指導她了 所以沒什麼 老師很行 學生也行 好 所以 這個 台灣的真相就TAG兩句話 她說其中有人論文題目 與蔡英文博論的子集的題目是一樣的 再提醒大家 第二個 漏洞百出 越捕 越大洞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有關的這個前情摘要的部分 前情摘要講太久了 好我們接下來講的一件事情是 我要輸入一個網址 叫大家記下來 然後用這個網址呢 我們來調閱一下 蔡同學在進入學界的時候 教育部跟政大所留下來的公文 這些將來都是法庭的呈堂證供 躲都躲不掉 來我教各位先看一個網址 叫做HTTPS 然後 NEAR 就是那個很近的意思 點Archives 就是檔案 Archives.gov.tw 這個網站在幹嘛呢 你進入搜尋的部分去 你去填這個表格 叫做進階搜尋 關鍵字輸入蔡英文 勾選全部的條件 就各種各樣的公文 然後機關輸入政治大學 日期就查民國七十一到七十四 你就可以出現以下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早在民國七十二年 和政大的資料當中呢 就有了人事資料 你可以順便推測她說呢 她一九八三年就是七十二年 就已經先掛名了客座副教授 或者是用她的碩士學位去取得講師的這件事情 不信的話 你就查一查教育部審查的公文字號 來大家進入 HTTPS 然後點雙斜線 Near.archives.gov.tw 然後Search 你可以注意下面 有兩個奇怪的公文 第一個 七十二年 正人 一一二三號 好 正人 剛剛好很巧 因為正大 人事事的 所以叫正人 好 將來這就是正人 七二年 正人 一一二四號 一一二三號 對不起 這個文應該就是蔡同學當年被第一次政大聘任進去的公文 發文日期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三十一號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三十一號 蔡同學在幹嘛呢 蔡同學在寫論文嘛 對不對 她的論文呢 是一九八三年的這個一月十九號她的題目才被通過的嘛 她的Date of Approval of Thesis Title 所以呢 就她的講法 她是一九八三年六月 好 一天什麼寫一頁 她姐姐說一天寫三四月 好 經過五個月之後把論文寫完 一九八三年六月才交論文 一九八四年二月份拿學位 請問你一九八三年正大五月三十一號 怎麼會有蔡同學被聘任的公文呢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三十一號 怎麼會有蔡同學被聘任的公文呢 難怪蔡同學的升等資料要封存到二零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嘛 因為三公四老虧嘛 月後面的東西去打領了前面的東西嘛 她當初丟了這個學生資料表的時候 她沒有想到她後面還會講那麼有的沒的 然後被大家搜出來 所以她在學生資料表上面 又在她的洋蔥草蛋上面講得很清楚 她就說她八三年一月十九號她的論文題目才被核准 一九八三年六月份她才繳交論文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她才去口試 那請問你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號她是憑什麼東西 她是人在哪裡 怎麼會被政大聘任為講師跟客座副教授呢 來 公文的名字叫做七二年正 政治的正 人就是人事的人 七二年正人一一二三號 來 要銷毀來不及了 好不好 如果這份公文也被銷毀 那就真的有鬼了 注意看 七二年正人一一二三號 這個公文是發文日期是七十二年五月三十一號 政大在七十二年五月三十一號發了一個文 我覺得不一樣的分別 大家同樣~~ 就是要不會拚散 才能交至其他 spor計畫 那就不管用說 潔滾 或者 reducing theottalie 對利益 所以出現走 我的文件 地方 沒有 把整理過 尤其是 メal 這些 會悲了 被秉rov 五月三十二 然後我們來看囉 就算他那個時候是書面受聘好了 書面受聘證明什麼 他根本還沒有論文口試完嘛 論文口試完根據他的那個 沒有人簽名 可是阿飄簽名的 他的那個口試通知函 他是在1983年的10月中旬才口試的嘛 所以在他口試前五個月 他就被聘為這個政大的 客座副教授和講師 他拿的是什麼聘的 這個叫做公務人員的復仇 故意要謝你的底 來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剛才這個方式去搜尋 還會看到另外一個檔案是 73年證人3057號 73年證人3057號 這個是 蔡同學被送審升等副教授的公文 證就是政治的證 人是人事的人 73年證人3057號 發文日期是民國73年12月8號 另外有一個文不見了 叫做台審審查的審 44264 這個應該是當年同批送審升等的審查字號 這個文不見了沒有關係 台灣有40萬公務人員 在教育部至少也有個500個公務人員 在政大呢 東吳大學呢 家一家應該也有 一共有至少有超過500個 五六百個人吧 一共 我不相信五六百個公務人員 跟教授當中 沒有一個有道德勇氣 願意講實話的人 其實有 有些人不甘心當漁文 不然的話請問你 我們手上怎麼會拿到那麼多的獨家資料呢 難道垃圾桶真的可以撿這麼多東西嗎 有些人不甘心當漁文 不希望成為作弊的人 違法的人的幫兇 所以他們已經把所有的資料 向全世界各地去保全證據 也保全性命 不希望這樣子跟公文一樣被消失掉 來 今天的作業 我給大家一個題目 就是你們去Google一個網址 叫httbs 雙斜線near.archives.gov.tw 後面還有一大串 最後你先上去找search 去找搜尋 然後關鍵字輸入蔡英文 勾選所有的文 政治大學是機構名稱 日期就查明國71年到74年 你就可以發現到以下的公文 其中有三項公文 第一份公文就是72年證人1123號 發文日期是72年5月31號 第二份文是73年證人3057號 發文日是73年12月8號 還有另外一個審查文件的字號是台審44264 是當年同批送審升等的審查字號 好了 你的四本論文同時在英國倫敦的三個圖書館消失 在台灣也消失 你有本事 你就把這三個文 同時在教育部的資料檔案中也消失吧 蔡同學這樣才可以幫你的傳奇人生 再增添一筆佳話 好 我們之所以把它提早曝光出來 目的就是為了要保存證據 免得就跟你的學生靈環一樣 好端端的 畢業了35年 都告訴別人自己是1984年 都無法嚴鎖碩事畢業 直到昨天他忽然想起來 他其實是1985年才畢業 上面寫的1981到1985 那麼這麼講起來 他的碩士論文前面那個序講的就是胡說八道囉 他的序就說 本人的手稿完成於73年春碩士論文口試通過後 可見呢 他的這個碩士論文口試是73年春碩士論文口試後 73年春碩士論文口試後呢 他按理說他畢業就是在73年的六七月 假設他是延避 或者是他論文沒有送完沒有送圖書館 那麼就會是他的1988年9月份 因為1988年9月份 才把所有的論文手稿完成送到圖書館 所以他的畢業年限只有兩個 要不就是1984 要不就是1988 不是民國73就是民國77 他本來寫的是對的 過去35年他都說他是1984 就是民國73年畢業的 突然到了昨天前天 11月10號 他突然發現自己 其實不是 是1985年畢業的 所以啊 這些東西都再再告訴了我們 你的掩蓋證明了你的心虛 證明了真相 並不單純 進入廣告之後我們要回來看看 蔡同學 你違法下令強壓教育部 把你的那個根本就不能夠封存的密 弄成了國家級機密 這一段違法的事實進入廣告之後 馬上踢爆 嚇一下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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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純 一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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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喉嚨爆料 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 告訴我們說 你用強制的手段強迫教育部 把你的升等資料列為國家絕對機密 什麼叫絕對機密呢 就是要封存30年以上叫做絕對機密 絕對機密有絕對機密的條件 你根本就不符合 所以公務人員不從 不從的結果就是你強迫 威脅利誘的要公務人員 一定要配合你這麼做 公務人員非常不爽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有一個沒有肩膀的教育部長 跟高教司長 強迫他們這麼做 所以他們很無奈 但是他們無奈之餘 他們也不想當漁文 他們也不想當共犯 也不想偽造文書 所以他們保命 丟出了這個空瓶子 上面寫著彭P救我 這個瓶子呢 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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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到了我家的馬桶的畫糞池 的這個浮上來 我一打開一看彭P救我 來 救我什麼 其實沒什麼 就是公文而已 來 我們看看 這個教育部的書函是陳學勝辦公室 跟鄭大耀蔡同學的升等資料 教育部寫了一個文 然後給了立法委員陳學勝國會辦公室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7月19號 好 發文日期 台教高五字D1080105740 這文也不要掉了 不要掉 上面寫什麼 密等級解密條件 附件是升等著作資訊 蔡英文的升等著作資訊 把它列為密 本件於138年12月31號解密 本節目不是說嗎 你怎麼樣密呢 你從7月19號加30年 頂多也到138年的7月19號 你怎麼可能到138年的12月31號 光這件事情就違法 後來呢 我撿到這個平中信 有人為了自保丟了一個平中信 在我家的馬桶的畫分池中浮了起來 上面寫著彭P救我 我一打開一看 她告訴我的另外一件可怕的違法事實 教育部的書函上說這一個 蔡同學的升等資料叫做密 我先講蔡同學為什麼要升等資料 要列為密 因為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她基本上升等資料就寫了她當時 在1982年的時候她是怎麼受聘的 就是說那第一份公文 第一份出土的公文其實就揭露了她 當時根本就在違法 她是拿她的碩士論文去升等 所以我們節目當中不是講過了嗎 剛剛講的那三份文 72年的一個文 73年的一個升等文 她72年出聘是在72年5月31號發文 那個時候她根本就回到台灣 她用的是她康乃爾的碩士學位 去申請她的講師跟客座副教授的資格 然後經過半年之後她拿了三篇台灣的 這個期刊論文去升等成為副教授 這個一攤出來她前面的謊言全部拆穿 包括她的年表她的時間點全部拆穿 所以她要列為國家機密碼 問題是中華台北的法規中 沒有一條法規可以讓你這樣亂搞 所以蔡同學就強迫了中華台北的教育部的 沒有肩膀的部長 更沒有肩膀的高教司長 用各種威脅利誘的方式叫她屈從 所以其他底下的這些辦事人員非常不爽 但無可奈何 來平中信告訴我說 各位看 核定國家機密等級 這個是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第11條 好 核定國家機密等級 應並與核定保密期限跟解除機密的條件 保密期的規定核定 於 看好了 國家的機密分三等級 一個叫絕對機密不得超過30年 一個叫做集機密不得超過20年 一個叫做機密不得超過10年 好了 各位看看 請問你 有什麼樣的等級叫做密 沒有 我只聽過規密 波密 波羅密 波羅密 我從來沒有聽過 國家正式的規範當中的公文的等級 叫做密的 為什麼要叫做密 因為它要喊混地避開了國家絕對機密的這個條文 所以它就寫個密去呼嚨大家 但實際上國家機密保護法並沒有密的這個等級 所以它就籠統的用密來代表國家機密集機密跟機密 國家的密密只有分三等 絕對機密30年 機密20年 密機密集機密 對不起 絕對機密30年集機密20年 機密10年 沒有一個東西叫做密 所以它故意用了一個密來呼嚨大家 實際上它指的就是絕對機密 絕對機密30年 來看看辦法的第七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第七條 國家機密核定的權責第一條寫 絕對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 要再提醒大家 打開機密和戰鬥 所以這根本來的這個位置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位秘密發展 有個秘密發展 那個秘密發展 這位秘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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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秘密發展 當中人秘密發展 或者是這兩個人下令的部長以上的官員 所以也就是說 命令的來源 權力的行使來源只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總統 一個叫行政院院長 總統叫蔡英文 行政院長叫蘇貞昌 我們打聽的結果 蘇貞昌說他沒有下令任何這個公文 那申喉嚨告訴我們 平中信告訴我們 是蔡英文自己親自脅迫教育部長 去幫他完成這件事 而脅迫的過程 聽說非常不堪 脅迫的根據是違法 就算你脅迫 如果你脅迫的是合法的 那我們再來討論合法的層次 但是你用不堪的手段 脅迫了那一個曾經有過什麼東西 或有什麼把柄的教育部長 那麼讓他去替你完成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看 絕對機密 按照國家保護法 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變成絕對機密 看好 第四條 國家機密等級區分於下 絕對機密適用於洩漏後 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 遭受非常重大損失之事項 請問蔡同學 你的升等資料 泄露後 除了對你本身遭受到非常重大的損害 會鋼鐺入獄身敗名列之外 於中華台北合肝 中華台北會如何遭受到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到非常重大的損失 請總統府加開記者會回應我們 為什麼要用密這個字來偷渡國家的最高等級 叫做絕對機密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那級機密又是什麼呢 來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後面還有讓你更吐血的東西 馬上回來 好 passages 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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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財丁頭 李宗盛 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你實在會氣死 就是說國家的機密只有分三等級 叫做絕對機密 只有兩個人可以核定 一個是總統 一個是行政院長 聲喉嚨說蘇貞昌撇得乾乾淨淨 那就是你蔡英文 你可以核定 結果你核定之後按照法律 你可以命令授權部會及首長 所以你脅迫了教育部的部長 去替你做這件非法的事情 所以部長 你一定會成為連帶被告 因為你違法 不要先不講說蔡同學的論文 到底怎麼回事 我告訴你不管在法條的適用上 法條的期限上 你通通都違法 來聽好 國家的絕對機密 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 遭受到非常重大損失之事項 請問你蔡同學 你的升等資料 會讓國家遭受到什麼重大損失 第二個 退而求其次 好吧 急機密吧 急機密適用後 洩漏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不是非常重大 是重大 那機密呢 弄個十年封存吧 像趙鋒這叫做機密 封了十年 在蔡政府的時期把我們損失66億 封了十年 就是你蔡英文政府 再來機密 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之事項 叫做機密 結果你自創了一個叫做密 你自創了一個密之後呢 你封存了多少年 你封存了65年 各位 為什麼是65年 各位想想看 這個國家的絕對機密到什麼時候解密 去轉如此 哇 喔 natuurlijk 封存了 這個也 紐端 這個 這我不爭議啦 好 我就算你1984 我相信你蔡同學說你1984年才畢業 所以你的這個升等資料 1984年 請問你 1984年的機密 封存30年之後 國家絕對機密哪一年該解禁 來 變數學題 就算你是國家的絕對機密 足以造成國家非常重大的損害 好 我批准 讓你當國家絕對機密 1984年的國家絕對機密 什麼時候解禁 2014年就解禁了吧 對吧 這中間過程當中 沒有人去動你的東西 沒有增加任何的機密性 也就是說機密發生 當時的文件 跟現在一模一樣 於是 你機密如果於現在發生 那請問你 當時的發生時間是1984 1984年封存30年 2014年絕對機密 也該不是機密了吧 1984年當時會阻以危害國家的 非常重大的事件 2019年不是了吧 就算是好了 1984年封存30年的絕對機密 2014年要解禁 你硬是把它延長到2049年12月31號 來 數學題 2049-1984多少 65年 請問國家機密保護法 哪一條法規規定 國家的絕對機密可以封存65年 再退萬不言 就算你認定 2019年 你發文給陳學生的時候的 7月19號 突然發現 1984年的升等資料 有2019年7月19號的國家機密 足以非常嚴重的影響到 國家安全利益 遭受到非常重大的損失 於是你當下決定 要把它列為國家機密 的絕對機密 那麼 2019年的7月19 加30年是2049年的7月19 你憑什麼把它延長到12月31號 所以不管從最輕的到最重的法規去看 通通違法 你最明顯的違法是 你竟然把這個東西列為國家的絕對機密 認為你的升等資料 公開之後會造成國家安全利益 遭受非常重大的損失 而竟然有這麼狗腿的部長 跟這麼狗腿的高教司長 竟然敢在這個中華台北 這個2019年的11月 光天化日 如果就你的發文日期的話 是7月19號 光天化日的違法 把這樣的東西列為國家的絕對機密 所以我要講的是 朱俊章 這個還有這個潘文忠 蔡同學 你們通通都要面臨坐牢 好 因為你們光天化日之下 公務人員獨職 不管哪一條法令 蔡同學都不可能成為國家的絕對機密 她的升等資料 她的升等資料 就算是國家的絕對機密 2014年也該解禁了 就算你是2019年7月19號發現的 她在2049年的7月19號也該解禁了 你憑什麼把它列到2049年12月31號 總統府要不要加個班 好 講的真的是很生氣 但是我不禁又要告訴自己 行公義號憐憫存謙卑的心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人的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各位同學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讓公義是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食物 還是要追求公理正義 不要因為說算了啦 這次過了就算了啦 芒果乾啦 綠營先執政再說啦 好啦 多原諒別人啦 你是基督徒嗎 怎麼那麼不原諒別人 不對 上帝是既邪既惡的神 所以我相信不管你的宗教是什麼 舉頭三十有神明 不可能讓一個人這樣子招搖撞騙江湖35年 還要把所有公務人員都脫下水 還要把中華民國中華台北的法律 踩在腳底下視為無誤 所以我相信只要有正義感的人 都應該起來調明罰罪 應該要將這樣不法的事情 讓他攤在陽光下 同學們我們一起努力 這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夜深了晚安 祝大家平安喜樂 明明星不合對方 野心不合對方 我相信國中華台北的法律 也許是好 我相信大陸 也許是好 應該是好 你終局有關 那天 都已經開始了 我相信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